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颗日本暴走族 它是一个新于上世纪70年代 并带有黑帮性质的摩托车组织 第一眼看到日本暴走族 你会觉得这是一种极度神经病的玩车文化 一股极具沙马特风格的改装车很是上头 好好的整流罩戳上天 好好的靠背也戳上天 整个就是丑到爆的改装造型 骑车人也是一副洗剪吹的造型 飞机头和山本头是标配 有些人还为了体现出自己的狠劲 会把眉毛弄得修长或者干脆剃掉 就是这么一群群洗剪吹造型的日本青年 骑着一辆辆沙马特改装风格的摩托车 游走在大街小巷 伴随着炸街还有暴力犯罪 这让日本政府操作了心 为了对付这帮暴走族摩托车帮派 日本很多地区的警察 都将仅用摩托车的涂装改成了黑色 以便于用来追击和拦截这些暴走族 这个暴走族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 起初是一帮被称为日本霹雳族的激进分子 据传是在二战末期 盟军动用原子弹对日本广岛进行了轰炸 日本各地年轻人为了发泄自己所受到的伤害 从而发起了叛逆的暴走运动 起初暴走族的成员都是男性 反随着各帮派的扩大开始由女性加入 长长的美甲、卷发和纹身是女性暴走族的标配 群体真正走向大规模发展时期 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 一帮无所事事的小青年拉帮结派在大街上四处游荡 他们大致年龄在16到19岁左右 因为当时的日本法定年龄是20岁 超过20岁就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所有暴走族成员都统一穿着带有各自帮派名称 口号和图案的精美刺绣特工服 这个特工服是源自于二战末期的日本赶死队 暴走族们选择特工服的主要原因 是想体现帮派团结统一性 越是统一 队伍也就越强大 另外 承载暴走族灵魂的就是被他们视若珍宝的改装摩托车 这类车型中 以本田的CB750-4 林木750GT 川崎750RS 这些四缸街车为主 最典型的改装方法就是恨天高的火箭头 加长后弯曲的手把和高高耸起的座椅靠背 最重要就是改装声音更大的排气去引人注目 并且在帮派集会中还会不定期的举行轰游门大赛 队员们需要转动油门 使摩托车引擎发出有节奏感的声浪 以此获得相应的荣誉与队友的赞美 在我们看来 这就是一种极度神经病的玩车文化 和曾经的暴走毒相比 现在的他们少了当年的野性与热血 多欧的情况也大大减少 而是通过一种另类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情绪 当年提着棍子 骑着摩托车横冲直撞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留下的只有曾经的热血与青春 好了今天这期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觉得还不错的小伙伴 给老王点个赞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